有沒有曾經以以為要的本事 但是最近卻力不從心 說我不好笑 莫名其妙 誰說的 你那麼大膽 以前是 那我那時候都會放在心裡面 可是後來我發現到 然後你就放放心 因為經常人家說 你不好笑... 那個時候 我就講說要不然 你上來講一個好笑的 對 目前為止沒有一個人 講得比我還好笑 對啊 應該還滿多人 好 洪哥... 你先講一個嘛 你先講一個 人家已經力不從心 你還給人家落井家 所以他最近都去演戲啊 對 他演認真的戲喔 真的喔 對啊 我那個不叫做力不從心 而且重點是他演那個戲 你是不是要好好笑 這是他要怎麼活啊 我是他要怎麼活啊 他好好笑喔 你不能好好錄影啊 他要好好錄影 好好錄影的責任是他 我是要好好講話 沒有... 他不讓我講話 還因為我們太少 他以為我老婆 對不對 對 說我不好笑 那你...其實真的 我們諧星真的很怕人家說人 誰跟你們諧星 他說你是諧星 你知道我現在已經走到聖派去了 聖派去 你走到聖派去我 那你竟然是軍中獎啊 是的 是的 對啊 你在影后耶 我只有對於那個 笑話的節奏感 比較差了一點 我以前講過一個 百分之百都非常好聽的笑話 有一個老太婆 她有點歪咖 所以歪咖呢 就是長短腳 那她要過獨木橋 他說還慢慢的走... 慢慢的 她走到獨木橋的中間 這下子完蛋了 前面突然來了一匹狼 她想說不行了 要趕快回頭 結果她一回頭的時候 完了 後面來一隻獅子 請問 她怎麼過去 對 她怎麼過去 就跟她說借過啊 老太太不會講老虎的話 沒有老虎啊 沒有老虎啊 沒有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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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笑耶 很成功 很成功 不行了... 好 我來公布一下答案 老太太怎麼過去的呢 怎麼過 她昏過去了 幹嘛 沒有人笑 你奇怪了 你沒有手勢啊 她跟我們都要打學我們 在一起笑嗎 對 你不要再死人馬上 你可以Cue我們... 對... 老太太活過去了 太好笑了 太好笑了 而且我跟你講 大家做配合 大家真的很尊重的是長輩 一人也就算 所以後來就發現了 我講笑話的功夫 其實有虧那麼一點點 但是在這種場合裡面呢 其實還滿活得住的 我再講一次好了 你一句沒什麼認識 不要... 但我覺得我是 這個好開心 真的嗎 想當年 年輕的時候 我真的是天天吃宵夜 我宵夜是天天吃火鍋 那都不是問題 也不會胖 那那時候想 如果不小心吃胖的話 我只要減肥 我只要一天 一餐吃四顆水餃 我隨隨便便 一個禮拜我也就恢復 原本的身材 對 但年過三十之後 這些都是想當年了 現在只要吃個火鍋 不是胃食到逆流啊 就是就胃很不舒服 對 我後面就是想要減肥的時候 我現在不要說一顆... 不要說四顆水餃了 我現在只要少吃一點點 我都覺得我真的熱量不足 然後整個頭暈目眩了 我都快要昏倒了 真的 現在真的是不敢了 對啊 那真的是想當年啊 我就是從 其實我從小到大是非常愛運動的人 我是停不下來的 然後我高中的時候 甚至到什麼地步 就是我愛打球 我翹課 打到沒有畢業 你真的太誇張了 我其實是就是同等學歷 然後去考大學的 還好我大學有畢業啦 但是其實到現在 就是年過三十之後 我是... 因為我最近又開始有恢復去打棒球 對 之前像跟阿Ben啊Ben哥他們 或什麼都有練球 然後去投一下 就是 然後連續三天 腳歪 就是都沒有辦法恢復 膝蓋痛 然後像我去打籃球 以前是可以打兩三個小時 都不會踢腿 對啊 就是整個已經 就是身體完全 已經沒有辦法負擔了 不過像這種的 大家說的之前 包括以前是陽光海 現在是養傷老人 或者是胖瘦這種 其實真的是因為老化的關係嗎 尤其我個人想問 剛剛的這些症狀 確實是有一點像老化 真的喔 對 我不得不說是這樣 確實我們的器官會改變 我們的肌肉量會改變 所以剛剛說 運動的量跟那個能力 就開始不足了 代謝也會改變 可是其實 當我們出現這些症狀的時候 我們要去回想 是說我們身體 有什麼可以改變的 現在很流行一個名詞 叫做 抵老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從我們的生活 我們從我們的睡眠 從我們的運動 甚至從我們好的營養 去做調整 所以我們不要把老化都講得 好像很恐怖 我們應該逆向思考 假設今天你真的出現了 老化的指標的時候 我們就 對 所以我就正面一點去想 這個老化的這件事情 是比較開心一點點的 對 尤其是女生啊 真的很怕這個提早衰老的狀況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樣的狀況 來看看 聊天抓不到重點 搭不上話 犯得不該犯得錯 很多喔 越來越常回想 常常 真的連昨天都 只剩下回想 對啊 做同樣的事情 時間越花越多 大家有這樣的問題嗎 像男生 女生都有吧 對啊 而且孔哥 你其實這四點應該都有喔 有一點點啦 勇敢的回答 我其實喔 你覺得有唱嗎 真的比較跟年輕的時候 其實像我一般在上節目的時候 我是可以話講出來之後 我再去想說我前面在講什麼 對 你們很厲害 也沒有很厲害 普通 然後現在我會覺得說 我這句話講完的時候 講到後面 跟前面已經開始 越離越遠 越離越遠的時候 我自己會到無法收拾的地步 我會講到 後來講不完的時候 講不完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看旁邊的人 慌了 什麼 我覺得怎麼樣 對 你覺得怎麼樣 就會找救援 頭腦追不上去 對 然後你在求助人家的時候 又沒有一個很好的夥伴 那個就會很乾 你比方說像我 像我前一陣子 我就是想要去跟人家吃飯 因為我們那時候用LINE 他就跟我講說 他不吃牛 然後我說 然後我說有一家海鮮餐廳 實在不錯 你可以吃日本料理 另外有一家 我覺得還不錯的牛肉麵 在實際那邊 他不吃 我不吃牛 對喔 你不吃牛 我會想說 對...巴德路那邊 還有一家牛老大器也沒有 這是... 又不然還有一家 在圍打牆什麼東西啊 然後他就... 他以為想說 那這樣子好了 我不吃牛 你們那麼喜歡吃牛 那我喝湯好了 他就是不要去吃到關於有牛的東西 我就覺得 我怎麼會把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對 一直重複到兩三次 然後人家會覺得說 好像沒有配合你 因為你那麼喜歡這樣的東西 對啊 那就有點得罪了人家 而且你剛剛講到 忘記之前 譬如說我常常會有那種狀況 就是被記者問問題 然後被記者問問題 因為不是那麼鎖的 所以我們想說 講得頭上就 關於這個問題 然後我講 還是想不曉 就很久啊 可是我就發現 越來越容易發生 越來越容易發生 對 我也是覺得 記憶這件事情 是真的是 越來越空白 你才幾歲 對啊 可是真的很嚴重耶 你現在幾歲 三十五 對 就是以前我是人稱 就是基本上 我只要看過 聽過 基本上都不會忘記 真的 有人稱 沒有自家的 我哪有 老天抓不到重 沒有啦 犯得錯 吹牛 沒有 就是 然後呢 就 我要講這個 很好笑耶 很好笑 他講什麼 很好笑耶 你比他好笑 對啊 好笑耶 你用自己的那種性格 來拖取這樣子的同情 我突然這樣 我眼睛睛送風來 就不出來 你贏了 然後這些 怎麼安排的所有行程 或是開會內容 其實自己腦袋都記得住 一直到後來 就是慢慢開始 會有那種狀況發生就是 我今天好像有 要做什麼事情 對 但是我想不起來 那應該就是沒事 然後最後往往都死定了 就是要嘛有會議 要嘛有幹嘛 有露營什麼等等的 全部都忘記 對 然後後來 就開始買筆記本 就開始要 竹條寫下來 對 只要沒有那個筆記本 就完蛋 對 其實我的那個 那個少年吃得非常嚴重 而且我的朋友們都覺得 我是那個 大家有看過多利嗎 就是那個多利 他記憶只有七秒 對 然後我就是這種記憶 就是像我就是現在 想要吃保健食品 聽人家講說要吃保健食品 我就買一大堆 但是我每天吃的時候 我都會想說 對 會忘記 對 我想說這個 也沒有吃過 而且我吃了沒 對 也會吃過 而且我可能剛好我現在 已經剛吃完這一罐 我放回去 然後五分鐘之後想說 你有吃嗎 我剛剛有吃嗎 好像沒有 所以我外頭才會有吃嗎 對啊 你不然一天就吃完了 他只要有幾次而已 所以不能 所以其實 其實你不用擔心提早摔擾 因為人家已經提早 一直都在摔擾 其實我是跟我 他關係的東西不一樣 你看像他剛才在講 這一段話的時候 他都沒有看稿子 他是記得的 對 你知道嗎 其實我剛剛也有點緊張 因為我剛剛也想了很久 對 其實他沒有講到重點的 你這卡最重要是信用卡 對 對啦 要先把他關心別的 然後再慢慢轉進去 你知道重點 因為我信用卡這件事情 因為我信用卡繳費 現在不轉回來是不是 轉回來 信用卡繳費 我可能就是每個月 我都會忘記自己 到底有繳還是沒有繳 因為我也沒有固定說 譬如說我十號繳 或者是二十號繳 就是我都是隨性 想讓我繳一下 結果後來是信用卡公司 跟我說 那小姐 你這個月已經繳了四次卡 我這次都很誇張耶 所以你不用再繳 然後你覺得就可以刷了 對 然後我說 我已經繳四次了嗎 因為我一直記得 好像是上個月繳的 還是什麼時候繳的 我也忘記 結果他就說 我們信用卡是不用 預存金額的 你不用繳這麼多次 對 然後我說 我自己都不記得這件事情 你這樣我繳一次就沒錢了 這樣實在 你三十五歲還這麼久 你怎麼辦 好 那我們來看看喔 有經歷症狀的話 當心靈已經是怎樣呢 看好了 是大腦耶 我們有兩種 一種叫做 一種叫做 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可以做比較 大腦老化通常就是 我突然想不起來 剛剛做的事情 可是如果我仔細想 我可以想得到 可是其實真正失智症的人 你會發現 他會 所以有一些人他可能 就像繳了費 他可能完全不記得自己繳過費 他出去他忘記回家的路 這種徹底遺忘的 我們會認為是失智症 那我們今天講的主題是 提早老化 對 我們發現老化 這個我們不講老化 我們有感覺好像很容易 忘記事情的這件事情 其實往往跟我們 前一段時間的生活習慣有關 你會發現有一些特殊的族群 很容易會出現這種 類似症症狀 為什麼呢 因為媽媽可能她同時 在看小孩的時候 她同時在思考的 等一下我要帶小孩去哪 我要去買什麼尿布 我等一下還要切到哪個地方 去買老公的晚餐 我還要去買一個別人的 什麼東西 頭腦一次開太多外掛的時候 它就可能會產生 可是有一個 一定要特別小心 我們發現很多人 他的暫時失智 就是往往在前幾天過度熬夜的狀況 對 有一個很有趣的研究 它是一個國外的研究 它有兩批小老鼠 一批小老鼠 強迫它不能睡覺 一批小老鼠讓它正常睡眠 隔天把它放到 它原本生活的空間 這時候它原本生活的空間 可能有它在意的 比如說起司 或是它在意的東西 刻意把它改變的位置 它發現睡飽的小老鼠 它到了原本的空間 它會發現 所以開始會去找 它的東西放在哪裡 可是被睡眠剝奪的小老鼠 到了這個空間 發現起司沒了 它完全忘記起司的存在 而且更可怕的是 這個研究後續 它有做相關發現 這個睡眠剝奪假設持續存在 它可能會造成 所以它可能一開始 是短期的失智 後來會慢慢的真的 對於這個東西的記憶力 越來越差 越來越差 所以假設像有一些人 他發現他真的記憶力 好像就是比較不好的時候 你一定要這個趕快逆轉 現在的世界 比如說你事情 可能真的手上太多了 可能博程就是 手上開太多外掛 要開太多事業 像做這個開會什麼的 或者是有一些媽媽 他可能其實工作量 已經超標了 那最要改變的就是睡眠 如果假設今天 在這個情況下 你睡眠只有兩個小時 只有三個小時 千萬不要有 我明天睡好就好 你有可能 好嚴重喔 那像剛剛醫師說 我覺得媽媽呢 真的常常就是事情很多 我也以前呢 想當年在播新聞的時候 也是有 過目不忘的這個通路 太厲害了 然後呢 在主持這個記者會什麼的時候 我以前喔 這稿子拿回家 就這樣看看 看一秒 然後我就在那邊家裡 開始練習 老公都會在旁邊 嘖嘖撐行 他很厲害喔 他跟Nina都是那種 其實不大用看稿 對 然後我們主持的時候 就是完全不用手打 然後常常說 怎麼那麼厲害這樣 但是呢 最近發生了一件事情 讓我發現我的腦的記憶力呢 真的是變差了很多 因為現在我們小孩子大了嘛 我們就要帶他們去看什麼 幼稚園啊 什麼的 有一天我就帶孩子 還有我的朋友 我們就一起去了幼稚園看 遇到了一個很熱情的園長 他就嗶哩巴哩跟我介紹說 我們這個幼稚園 然後他多棒多棒這樣 然後呢 講完之後他就說 那媽媽妳有什麼問題嗎 然後我說 我想要請問一下 所以這個教室裡面有廚房嗎 然後呢那個園長 突然就一臉狐疑地看著我說 有啊 我們有廚房啊 然後我說 那還有什麼問題嗎 我說那老師請問一下 一個老師會對幾個學生呢 他說 會對五個學生啊 然後他說 那我再問一下 這裡會有外師嗎 外國人的老師 然後他這時候呢 終於受不了了 他默默地說 媽媽 然後你知道大腦我就想說 有嗎 然後我就在想說 是不是跟老師 剛剛醫師說的一樣 因為我小孩子在旁邊 因為照顧小孩子會幹嘛 又要工作 對 外掛太多 對 可是像這種 大腦提早老化的話 就要擔心會有失智的狀況 對 我剛剛其實 才提到的是老化 現在要講到比較嚴肅的議題 是失智 在講嚴肅議題之前呢 我想請小兵跟映竹 快速地看一下 上面會有各種圖形 對 每一個圖形 會有對應的號碼 不要背起來嘛對不對 對 為什麼那麼簡單 好了 都背起來了 完關起來了 一 好 你們手上現在有兩張板子 聊太久了 忘記了 預備 現在都太久了 小兵加油 快 完蛋了 這樣你自己沒有老化 加油 不可以給他打帕子 不可以打帕子 完了 映竹還沒寫好 你滿厲害的耶 很厲害 你滿厲害的耶 我忘記了 我太忘記了 好囉 來看看 答應不一樣 第一個就不對了 第一個就不一樣了 對啊 星星是什麼 星星是五 星星是五 第一個就錯了耶 我只記得二而已 妳知道是什麼 第一 對 我真的只記得 然後一跟二而已 是四 沒錯 他只有一跟二是對的 二是對的 小兵是對的 小兵也是對 但是映竹 不是 因為我通常寄東西 我一定是要這樣 井一 三角二 圈三 框四 星五 井一 三角二 圈四 又忘了 又忘了 當然這個方法也不太適用 但是中間如果有一個 像剛剛這樣聊一下下 我就會忘記了 那你如果拍戲的話怎麼辦 我拍戲就要一直寄 然後到就是到前一秒 五四三一之前 我都還要這樣看 小兵那你的技法是什麼 我是 我就直接那個 例如說 它是井一 我就直接 因為反正一二三四五是固定的順序 我就寄 井三圓框星這樣子 所以你也是 你也是練嘛 對 但是就是井三圓框星 但我就不用什麼 一井二三 二三 然後我就少一個東西 這是不是智力測驗 我來解答一下 剛剛上面兩位 到底有沒有有失智 我其實是要跟大家講的是 大家對失智的印象 都會認為 跟記憶力有關 可是其實我是要跟大家說 不只記憶力代表你失智 有些人症狀會是 他找不到回家的路 他的 有些人是他本身 在擅長的 比如說他 以前是會計師 可是他的 如果當你出現這些狀況 甚至有一些人 被診斷失智症之前 他被騙錢 他的判斷力出現了問題 所以我們過去 對於這個失智的感覺 都好像說這個人 一定要記憶力退化 我們才叫失智 其實不只 我們要提醒大家的是 除了記憶力以外 你的判斷力 空間力 各種感官能力 如果產生了一些 病變的時候 你都要小心 可能失智症是提早講上門了 我剛剛聽醫生講的就是 我以前真的自認 我記憶性超好 就是這個人我見過他 在哪裡見過 翻身 跟他這種過程 對 然後劇本 以前我們在拍 安檔戲的時候 是最痛苦的 有時候劇本來了 你馬上就要排馬上就 所以你的詞馬上要記 但是我必須講 就是近幾年開始 我不是很 怎麼講 不是很久 就會發現自己有很多症狀 其實不太對勁 比如說就是 像剛剛講說 一轉頭 忘了要拿什麼東西 是 就提醒自己說 我一定要拿本子記起來 我只要舉辦 我今天要做什麼 或是我明天要做什麼 我就拿本子記起來 所以都會準備一個本子 但是問題就來了 那你拿起本子 會 對 就明明提醒我自己說 我要把這個事情記起來 可是拿起本子卻忘了 我要寫什麼 對 你就會覺得說 可是我更擔心的是 就是怕會說 人家其實這要請教醫師 人家說吃鋁 吃到鋁 會讓 那什麼 腦力什麼 退化 對不對 然後像很多食物當中 比如說一些發酵的 不管饅頭 油條什麼那些 鬆餅 裡面都會含鋁 然後再來就是 聽說啦 四十 五十公斤的人 一個禮拜吃四根油條 大概就超過 那個學系標準 四根油條 四根而已 對 然後有一些食用色素 也有鋁 油條有鋁 一個禮拜四根喔 信心已經很不好了 是不是 而且叫了豆餐店想說 我這個禮拜吃了幾根 對啊 是不是 那不糟糕 吃三根應該很好 那油條不要吃太多 那點饅頭啊 不要啊 怎麼過日子啊 對啊 怎麼辦 其實鋁啊 我覺得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在食品添加物上 都有一些規範在 但可是重金屬 像是有一些 鋁啊 鉗啊這些 確實是會傷到 神經系統的 所以如果是說 你會有一些過量的 像比如說 我們今天在炒那個 鋁鍋的時候 那個鍋子是被刮傷的 那你就要小心 就一定要 因為像這種 會有作品 對 其實還是會有可能 會傷腦 但反而是一些生活習慣啦 像剛剛醫師有提到說 像熬夜啊 晚睡啊 這種生活習慣 就要盡量可以避免 或者是說 一些油炸物 因為油炸物 其實會容易引起發炎反應 那發炎反應就會 讓你的大腦老化 然後咖啡因 咖啡因也是喔 因為咖啡因 其實雖然 對...是不是會讓你 覺得好像很輕鬧 很輕鬧 對 但是其實過量的咖啡因 反而讓你 有些人會不好睡 那反而就會影響到 大腦的健康 是因為有咖啡 影響到睡 對啊 之前接到這個 要講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很擔心 因為我覺得我的狀況 其實還滿嚴重 但我剛剛聽完一輪 我覺得其實我很輕鬧 我覺得是我承受 你剛剛都承對了 從事信心 對 不過其實我以前也是這樣子 以前這個錄節目 或是主持記者會 真的就是這樣 像欣妮講的一樣 看很簡單 看一看就知道了 但是現在就真的 有一點力不從心的感覺 你看我今天早上才去主持 一個教育部的記者會 他連部長的名字都忘掉 太尷尬了 對 然後前一陣子 我跟那個我們工作人員 大家在那邊聊天 就聊… 然後我就突然問他說 你有看過一代宗師嗎 他就說沒有 我說喔 然後再講瞎話題 不到三十秒 我就說 你有看過一代宗師嗎 問過了 對 他就說剛剛問 就是你剛剛問過 我說 我有問過嗎 然後旁邊其他人都說 有啊 而且你是很認真的問 然後你還喔了一聲呢 我就說是這樣 他說 你這個狀況很嚴重 你要不要… 你是不是有失智症啊 你要不要去吃點銀杏啊 結果後來呢 我就去查 想說這什麼 網路上經常有人說 這椰子油對於失智症 還有這個腦部的一些 這個病變會有幫助 所以我就後來 就買了椰子油 我有時候早上起來 我就會喝一湯匙 或者是用這個 直接喝 對 椰子油直接喝 直接喝 然後 然後 對 要不然就是 我把它做成防彈咖啡 然後或者是有時候 炒青菜的時候 也會加上去用 然後 我就希望我可以 因為 也只有減緩我這個失智 或是腦子老化的症狀這樣 銀杏有分兩種 一種是 銀杏果 銀杏果就是這種食品 我們在外面有沒有看到的 營養補充品 所以 就當我們在說 會促進血液循環啊 或者是說可以幫助 墨燒循環的 這種是銀杏葉的萃取物 但是銀杏葉啊 它其實是屬於是藥品級的 像那個 那個什麼利寧啊 就是小朋友 騎腳踏車壓過 那個阿嬤的腳 說阿嬤你怎麼了的那個 對 那就是屬於藥品級的 這種東西其實就必須 要先去看醫師 了解狀況 再去做使用 對 那椰子油咧 椰子油 椰子油其實啊 他忘記了 油怎麼拿 油怎麼拿 謝謝你提醒我 那你是我 我要去喝一下椰子油 沒有 椰子油 這件事沒有被得到證實 是 所以其實這是一些網路上的 一些圖說 但是也只有 因為它是屬於多 它是屬於飽和脂肪酸 飽和脂肪酸就是 你放到冰箱以後 會變成固態的 就像是豬油一樣 那這樣本來會影響 心血管健康 對 那到底怎麼吃 才可以烘製大好的青春呢 其實我們把失智症 真正去把它講得 比較客觀的 失智症其實我們大概 可以分三種方向 大家可以吃 一種叫做 我們有聽過叫 這種其實它還是 到目前為止我們只有很多 比如說懷疑跟一些 重金屬沉澱有關 或者是它可能 跟基因有關 我們還在一個猜測的階段 是 我們唯一比較能力轉 是第二種叫做 血管性失智症 那這個血管性失智症的意思就是 我們現代的人 因為吃得太好 我們吃的東西比較 屬於比較 對血管傷害比較高的 所以會有高血壓 高血糖 高血脂的問題 三高問題久了之後 它會慢慢地 讓我們的循環不只四肢 腦部的循環也會變換 所以其實我們有一種飲食方式 叫做 它其實就是一種地中含飲食 澱粉來講 我們通常都吃的是 比較精緻的白飯 白麵 我們把它改成糙米 或改成一些原始型的澱粉 就是讓它是比較 五穀根莖類的東西 第一個那種 對 第二個是 蔬菜或水果 水果的量我們還是建議適量 因為台灣的水果太甜了 對 所以我們相對的水果量 可能就不要增加 但是 是蔬菜量可以大量增加 再來蛋白質 它們特別提倡的是肉類 但是其實我們鼓勵的 多吃的是 就是兩隻腳走的 海底油的 因為我們發現 相對是它的飽和脂肪 是相對比較少的 對我們心血管照顧是比較好 那最後一個是油類 我們其實可以改成 比如說橄欖油 其實它有一點像是 我們去到歐洲國家 我們去吃的所謂地中海飲食 我們添加的是橄欖油 或者是改一些堅果類 可能一小把的堅果類 用這樣子 把我們一般生活習慣做一點微調 它就是屬於德書飲食 它是目前為止認為 對於心血管疾病 或者是血管性失智症保養 比較正確的方式 好 再來看看還有哪些 我們比較害怕的提早老化的狀況 來看看 感覺已經出現更年期的症狀 好殘忍喔 驚奇亂周期長 這個女生好... 這個女生實在是好辛苦 容易累 免疫力差 所以真的 洪哥你除了第二個 應該衣衫也都有啊 對啊 男女生都會有啊 但是我覺得女孩子的更年期 如果以為我老婆來講 對我來講比較困擾一點 因為當初我們在娶老婆的時候 去娶了一個賢妻良母 對不對 我每次都會講說 我東西都亂丟的時候 我都會說要我娶到一個好老婆 這樣 妳好會喔 妳 對啊 都亂放 然後我老婆就是很甘願 這樣子收一收 最近這幾年突然起了很大的變化 對 她開始對我比較嚴 就是比較嚴厲一點 然後有一次 我覺得前兩天才發生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家有兩個 洗衣服放的 一邊是丟襪子的 它叫做黑的 一邊是丟襯衫 它叫白的 分顏色 內衣跟襪子 是不能夠放在一起洗的 對 內衣要跟白的放在一起 你真的娶到好老婆耶 對 那我 可是我經常會 白的跟黑的丟在一起 她就說 我真的妳就過來 我說妳怎麼會叫我這樣子 那妳就聽到我 妳叫本名嗎 我說我犯了什麼錯嗎 然後她說妳這個東西 這麼久以來都沒有弄 好像對我的感覺 那時候我娶妳二十幾歲 妳沒有這樣子叫過 然後她叫我是聯名待姓的 然後現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睡覺因為 男孩子總是會有一點頻尿 然後去上個廁所 然後隔天就起來 我說一夜都沒有睡 我說妳為什麼不睡呢 妳起來幾次啊 我說起來大概兩次 四次 你四次真的要去看醫生耶 沒有... 沒有... 因為我之前... 我之前有喝點水 他又叫我要常常喝水這件事情 我說那也很奇怪 我娶妳的時候 我在床上 你也可以睡得著 我燈打亮的你也睡得著 為什麼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上來幾次你就會睡不著 那每次我早上要去打球 大概六點會起來打球 我跟個小偷一樣 慢慢... 然後那個門打開 還要... 擔心那個人有 的聲音有沒有 看一下 然後就慢慢的 然後我出去回來之後 她已經那麼小聲了 妳到底要我怎麼辦 後來我發現她 因為她已經幾歲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那個驚奇了 但是她有一些症狀 比方說她有五十肩 她也曾經肩膀這樣子 手就舉不起來 那我是抱著一個 非常疼惜的心理這樣子 蓋瓜成瘦 她怎麼罵我 怎麼打我 我都無所謂 我也都OK這樣子 而且那個活起來的時候 就是秒... 對... 真的會 像我們家 因為我有三胞胎 然後我長期在那種 那種... 胞胎 絕無人場 對 每天都在那種 疲憊的那種狀態下 然後每天都覺得很厭世 都覺得說很煩 你知道有一次我真的是 已經被他們這樣子吵... 吵到最後我情緒自己也沒有 辦法控制已經 我已經忍到最後我打電話 給我老公說 因為妳再不回來 我只會不會把小孩子 給揍扁 妳趕快回來 都來了太久了 真的已經忍不住了 我真的那個脾氣 已經沒有辦法控制 然後事後我自己想一想說 我怎麼會到沒有辦法控制 自己的情緒 是不是那種更年期的那種 易怒啊 暴躁啊 然後導致我連我的經期 都不穩定 我的經期一來 就來很長 來很長就算了 就是我量都很多 然後他一來就不肯走 然後一定要我去跟醫生 拿那個止血藥 他才願意提 好嚴重喔 這個我超有感 因為我也是一個 就是婦科一直以來 都問題很多的人 對 然後光是驚奇這個問題 就是像我之前也是 整整喔 大概五個多月 我月經都沒有來 醫生就說 那妳要給妳調經要什麼 然後我一吃 我月經就來 一個多月都停不下來 就血崩 就血崩 然後再加上就是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明明還沒有更年期 可是我每次喔 像冬天 不是冬天 夏天 夏天不是開冷氣睡覺嗎 我開冷氣睡覺 然後我開到二十四度 我半夜都會熱到起床 怎麼樣 就是很熱 就是會流汗的那一種 那就是冷氣濾網要洗一下 對 冷氣的問題 我還說他問問你的話 冷氣是冷 對啦 不是 冷氣 你看比如說冬天 就已經很冷了 可是我還是覺得很熱 我就是超級抑熱體質 然後中醫就說 你要就是吃中藥 調經什麼 你是什麼 對 然後我那時候 荷爾蒙失調其實也不只是 不只是驚奇的問題 還會長很多痘痘 然後我之前脖子這邊 有一段時間 全部腫起來 那有點嚴重耶 尤其如果一定要拍戲的話 對 我那時候就是拍戲的時候 因為那段時間剛好也特別累 然後這邊就腫起來 然後好多次都不能拍 然後要嘛就是 只要一熬夜就會長全泡疹 對 然後泌尿道也是 就是一直反覆感染 反覆感染 然後就是 妳還沒有結婚 還沒 然後妳在鏡頭前會 妳鬼咒拍了料料這樣講 她這樣 她這樣放得滿單位的 鬼咒拍了 所以 所以就是真愛 對 好不好 她待會兒下一個節目 就忘記 然後忘記她講過 但是我們要跟映竹 未來的老公講 他可能是什麼狀況呢 來告訴你 不要害怕 當心 你已經 這個好可怕 不是答案很過分耶 不是答案很過分耶 不要再嚇她了啦 不是 不是 因為 湘涵有 也這個大概卵巢 大概也有點問題 因為她前一陣子 一直跟我提說 她的這個腹部 下腹部 會悶悶的痛 而且經常的在痛 然後就很不舒服這樣 然後呢 最後這個受不了 就去醫院去做檢查 然後因為她的症狀呢 其實就是 她也是一樣 她經期長 本來大概只有五天而已 她會拖到十一二天 但是呢 血量很少 她是微微的好像有來又有點沒來 那你說拖了十一二天之後 再隔個十幾天再來 往後遞也就算了 沒有 她就是同樣時間再來 所以就變成是這個 滴滴答答很長的聲音 對…就拖拖拉拉的 然後照了超暈波之後 醫生就跟她講說 她說 然後她就問說 醫生說那該怎麼辦 醫生說 你這個大概就只有 看看要不要再生一個孩子 再懷孕一次 然後才可以避免這個情況 她就回來跟我講 我說你孔鏘 人家你已經究竟 怎麼做人家孔鏘啦 你不想要生你了 不是吧 為了這個 然後再生一個孩子 人家在約你耶 為了老婆都健康 約你做人家孔鏘都回應過 三個二十歲都生不出來了 生啦… 你家有 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 他完成 然後我那個婦產可以說 少子化了 貢子好多了 對啊 真產放薄耶 可是到底怎麼是軟巢 然後提早老化 然後真的要單純這個 對啊 有抽血吧 有一個指數 對 其實我們所有的 軟巢提早老化 這在比較學術的名詞 我們其實就是所謂的 那剛剛黃醫師有提到 其實我們真正 不太會用超音波 去看我們軟巢裡頭的軟炮量 我們會去抽個 寫意檢查叫做 AMH 好 我們通常會用幾種方式 去看是否這個女孩子 真正進入庭經 第一個就是這個指數 可能比較逼近零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 月經週期長達一年的時間 沒有來 或者是用一些其他 跟女性相關的性的激素 去做一個比較看比例 去推測你是不是所謂的 已經進入了更年期的狀態 我們發現其實 女性更年期可能會在 停經前就開始出現 她的出現時間可能是 提早一點點 甚至有限會長達十五年的時間 十五年喔 很早 假設今天太太真的在 奇怪這個時間點好像 理論上她真的還沒有停經 可是怎麼情緒很暴躁 可能稍微體諒一下 可能我們是女性的這個 雌激素真的更動比較大 那我們正常會發生 更年期的年紀 通常在四十五歲到五十五歲中間 屬於是正常的 但我們要特別提醒一下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我們有一個名詞定義叫 過去都認為它應該就是一個 比較嚴重的疾病 但是現在發現 好像這種早發性更年 所以假設說我在四十歲以前 我好像進入了更年期的狀態的時候 先不要擔心 是不是我就很慘 我就沒有救了 不一定 可能這時候你要去審視 我們去調節我們的身體狀態 調節心理狀態 有可能你的這個荷爾蒙 或更年期就不會報導 它會到正常的時間才報導 對 那其實這個荷爾蒙 這個東西它不是也只是影響到 它的經期 它還影響到身體的神經系統 內分泌系統 甚至影響到免疫系統 所以當然如果說我們的 這個內分泌是不規律的 或是我們的經期是 已經開始有出現一些變化的時候 就會建議的話 就可以先去看婦產課 先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讓陳醫師跟我們最後補充一下 不想讓卵巢提早老化 還有哪些要跟我們建議 其實我還是再三的跟大家講 其實女孩子的更年期 像或者是女孩子的經期 或者是荷爾蒙改變 真的跟情緒 有非常高度的關聯性 所以可以幫助我們 示範情緒的 除了心情本身好 是好的東西以外 好的運動 好的睡眠 對它是特別好的 但是特別補充一個 這個是在台灣的 女性更年期學會上面 有特別講的 如果你想要預防 或是你不希望你的更年期 這麼早報導 或是在不正確的時間報導 兩件事情盡量注意 第一個就是 好 少抽一點煙 因為發現煙跟這個 女性的更年期會有一點點 關聯性 是喔 第二個的話是 我們有一些 其實現在太多的環境污染 比如說塑化劑 我們喝很多的這個 等等的一些污染物 它也可能會影響到 我們的卵巢的功能 讓它提早的衰退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把我們的生活 飲食跟心情都調節好了 相對下你的荷爾蒙問題 就比較不會困擾 可是妳說誰不會老 除非你真的中途遇到什麼意外 觀眾都會遇到老這個問題 這樣子 可是其實之前大家都很流行說 對 優雅的老去是一種態度 但是這個態度 還是必須要有健康的身心 可以幫忙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記者上媽媽好 在本站工作互動 大家拜拜 像我們今天節目當中 這個洪哥就很擔心他以後 講笑話不好笑 但其實你們都客氣了 像在演藝圈很多的人 講笑話都特別有趣 其實有答案的 這跟你們童年的時候 你們的邏輯感建立是有關係的 真的 有一個研究就發現說 如果今天一個孩子 他的邏輯 空間邏輯特別好 譬如說問孩子說 一個空間裡面 動物園裡面的動物 都是四隻腳 那獅子在動物園裡面 所以牠也是四隻腳 類似這種邏輯概念 那那個孩子 如果回答得好的話 他的語言能力也特別好 你會發現 為什麼 其實像我們現在 在講話的時候 大腦都是在做邏輯的 這個歸納跟整理 我們有四大原則 有一個說話的四個原則 第一個是 就是講出來是要真話 第二個是量的原則 就不能囉哩巴說 講一大堆 第三個是相關性的原則 就是你講的話 要跟這個主題相關 第四個就是 剛剛講最重要的是 那個怎麼表達 一個笑話裡面 可能有 一二三四五六六句話 你如果一開始 就把那個punch line 最後那個笑點 搬到第一個 就完蛋對不對 所以你的大腦裡面 值跟量跟相關性 跟這個順序 統統都要在瞬間 在你講話那一刻 把它整理好 你說這是不是 跟你孩子的邏輯感 很有關係 所以如果希望你的孩子 以後成為一個 能言善道的人 這個時候他的數學 他的邏輯的建立特別重要 好有趣喔